不知豫王大驾光临 叶家有失远迎了 祖母 你看叶言 就是他把豫王藏起来了 兔子 你还想不想请豫王了 豫王 不会连老身这把老骨头的面子都不给吧 豫王 知道你来了将军府 一堆人可排着队想见你呢 叶言妹妹已经是豫王妃了 连她的家人您都不见见吗 本王不见生人 清风 清长 豫王岂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 是老身唐突了 这不正月十六是王室的生辰 届时请豫王来府上一聚啊 你这古怪的医术是从哪儿学来的 这是我父亲当年征战西域 从明溪王朝学来的秘法 你要替我保命哦 不然我就不抑制你了 让你毒发身亡 本王以前是不怕死的 不过后来心里有了计刮的人 就不想死了 你这小脸儿 说这话都不会脸红的吗 怎么这么烫 叫清风拿个火盆进来吧 给我看你手 我好冷 清风 快去奔一桶冰水 越冰越好 是 叶姑娘 这些冰够吗 差不多够了 冰水可以抑制 玉王体内的毒素向四肢扩散 叶姑娘 怎么不继续了 这针可以将玉王身上的毒素 从穴位吸出 但是 水中的部分穴位 我在捅外无法施针 叶姑娘 不然让杯纸进去吧 你告诉我位子 我来操作 没那么简单 这个针必须及时更换 而且必须全呈在冰水当中 这 那就有劳叶姑娘了 我来 清风 快把他扶出去 擦干净 扶到床上 是 清风 清风 去擦干 清风 你真把我当工具人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